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已知母校新生的生日都沒有二月二十九日 母校的那個新生沒有二月二十九日的 那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日都是在其他三百六十五個日裡面 我們小小年有二十九日的話 那個是論年 論年會多一天 就三百六十六天 其他年是平年 平年的話就是沒有二十九日 是三百六十五天 而其他每個出生日期 就一年裡面 每個出生日期的話 他有三百六十五日 可能性均相等 就是一年裡面每一天出生的機率都相等 且新生分班是隨機的 若某新生班級 共有三十位學生 有三十位學生 則該班學生生日皆不同的機率也合 好 那也就是說 你這個學生的生日 隨便在哪一天 隨便在哪一天的話 他的那個可能數 他所有的那個可能的狀態 可能的方法有幾種呢 第一位學生可能在三百六十五天的第一天 也有可能在三百六十五天的第二天 等等 也有可能在三百六十五天的第三百六十五天 也就是說 學生生日的情況 第一個人生日的情況有三百六十五種 第二個人也一樣 也有三百六十五種 到第三十人都有三百六十五種 所以他的那個所有的狀況 就是三百六十五的三十次方 好 那現在他們說 他們說 每個學生的生日都不一樣 每個學生的生日都在不同的時間 那那種狀況數有幾種呢 就NA 就是等於三百六十五天 看了三百六十五個位置 那你取什麼呢 取三十個位置 把這些學生對應上去 也就是說 有三百六十五天 取三十天來 對應到學生的生日 所以他狀況數有這麼多 所以他狀況數有這麼多 好的 幾率呢 幾率就是說 所有的可能狀況數是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的三十 三百六十五的三十次方 分之多少 分之 每個人的生日都不一樣的狀況數 是P36取三十 所以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要選D D的話就是這個答案 它上面寫是寫什麼 三六五分之三十 乘以多少 三六五分之一的三十次方 它這個應該不會要你展開 取得一個數字 因為這個數字太大 沒辦法 沒辦法算 所以這是選擇題 它答案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